能夠拖著皮箱出國的日子似乎不遠了 國內疫情持續穩定控制 只會中心拍板 第三劑疫苗含蓋率達到50%以上 3月中旬邊境有望鬆綁 公衛專家陳秀熙也樂觀看待 強調持續加強疫苗施打 同時第二劑疫苗有效含蓋率 加上第三劑含蓋率來到90% 4月後可以考慮縮短幾天數來到5天 以目前打的數據來看的時候 加上如果兩劑還有保護力的百分比來看 大概是可以達到90% 所以我認為在全境往5天的方向進行 或許是下一階段的目標 除了商務人士能夠比較國人 讓經濟能夠活絡 期待邊境鬆綁的還有觀光業者 不過哪時開放觀光沒有時間表 觀光局說第三劑可以期待 但業者期盼能夠提早第二劑就先啟動 如果說一定要到六月底才考慮看看的話 不能夠在第二劑立即趕快開放邊境 有出國出境的一個出國旅遊業務的話呢 根本就是呢 鹽水救不了境外 反不济集 雖然目前有國旅撐腰 但畢竟市場近乎飽和 轉型不等於轉身 國防局則表示 所有的時程都要由指揮中心拍板 在此之前不得預售任何出國旅遊商品